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富原来是跑过体育版的 对 我在新西方体育部做过 文道也是我们节目说过尽从的 没有 我也能聊足球的 我是球迷 长得就像足球 我听说许子冬老师是专业谈足球的 他们俩都是 对 我喜欢看球 那就太好了 对 所以今天这个中国足球有一个大消息 我不得不说呀 这个有可能啊 跟这个习大大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他这个是一定有关系 是吧 这不可能没关系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这现在真的看出来 什么恒大呀 包括这个王健林啊 那都是什么力度啊 就往这个足球里头砸钱呢 就是一定要把中国足球 所以在这个一个背景下 我听说 这还是财富建议咱们聊聊 就是说 对对对 足协要发生大的这个改革了 是吗 这是革命啊 独立啊 就是说 他们甚至就是说 现在在所有的官府 不能叫官府吧 叫叫什么呢 所有的这个官家的这个机构里边 可能足协将要到来这个改革 是劲头最猛的 对对 而且是最彻底的 实际上不仅这一波 在十年前足协 中国足球的改革和足协的改革 也是最猛的 他就一直走在中国所有的机构 改革的最前沿 失败也是最猛的是吗 呃 败的也最惨 因为那一次的改革并不彻底 就是足管中心和足协两个班子 同时他要完全受体育总级制约 他还要有冲世界杯这样的这种硬任务 弄不好了 这个那些老领导就把你给弄了 所以他的市场化改革 他的足球的联赛改革 跟他的奥运战略 跟这个长官意志 直接来回交叉着 最后弄了一丝不下 然后呢 就全抓进去了 现在就说哎 简单来说 我的外行的理解啊 就是足协独立了 独立了 对吧 然后就是跟那个 跟那个广电 不是不是广电总局 老想着 就是我的这个 老想着 从这个广电总局独立 你不留学 反正跟国家体育总局是没关系了 但是听说国家体育总局也得盯着你 是不是这么一个 我看蔡正华的访谈里面 就是党的领导还是要的 那那肯定的 那这个这个话 他必须得说到 对 必须得他有一个宏观调控管理啊 这些东西的 温道怎么看这事 作为香港球迷 我觉得在香港 没有很简单 就我觉得中国足球呢 在过去几年 其实香港 首先没什么人看中国足球 我算是少数 都是看这个英超 英超或者是 阿兴奴 对对对对 我就是阿森纳球迷 我也是 你也是 同事枪迷啊 这个不好看的 你们当这种 是不是专业的 专业的球迷 专业的 对对对对 我场了 专业的球迷就是我看着不太好看的那个队的球迷 是吗 对好 最好看的一个队 是吗 英超最好看 最悦目的 你像我就是这个浅薄的球迷就是巴萨 巴萨好看啊 巴萨好看 那你们怎么为什么不是巴萨 我也喜欢巴萨 没有阿森纳那么脆弱 有故事性 对啊 他太强了 对 他永远在干别人 对 我们喜欢被干 你不起伏吗 你不起伏吗 我喜欢被干 我喜欢干 我也喜欢干别人 对对对 那独协现在是要干谁呢 独协是被干了 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被授权了 大概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我允许你独立了 就是大概 我还听说这个蔡振华扬言要学 这就他也不当官的 他这意思他也不当官的 他要选独协主席啊 他自己是不是参选 我觉得也不是他自己决定的 他万一下一届当体育总局局长了呢 这个级别又不配套了 实际上 对 而且他也不太懂足球 你让他去竞选 我相信 如果是一个完全的民主选举 他选不上 带建华没不高兴吧 这个他自己也乐得选不上 因为独协主席没什么好下场 不是那他为什么公开表示 还说说我要选呢 那这个姿态吧 或者说他实际上是表达一种支持体制改革的一个姿态 有些表面的东西 你是能看得出来过去我们的体制 它跟别的国家的体制 你比较一下 你是看出很多 光从表层分别 你就看出一些苗头 比如说 你看世界各地的主写主席啊 除了少数国家 像除了卡塔尔啊 那种不管伊拉克 你比如说欧洲的或者别的地方的竹鞋 他很多在竹鞋当官的 或者是竹鞋上高位的人 有许多都是足球圈的人上去 对 他有些可能是前球星 有些是前教练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王子 对 西亚就是王子 就是那种 圈里都进去 但是我们这呢 你会看到竹鞋系统上面顶层的一些官 他真是官 他真是公务 以前是这个袁伟民啊 他们兼着租协主席 因为政治影响大 事关稳定啊 或者以表达重视 这个实际上反倒从体制上是一个掣肘 就是让他们就很难去独立的去行事 那现在这一次就但愿的 你真的是完全民选可能做不到 但他可能会有一个委员会 就像你们香港的选举委员会上啊 挑出一个大家认可的 靠谱的 然后再去参加这种竞选 好像还是就是以后加大这个俱乐部的这个画室权 对 是吧 他就有望更加商业化 十年前 徐明和张海 现在都进去了啊 有一个逃跑了 那个 他们造反就是要造这个造族鞋的反和造体育总局的反 就是要达到一个让族鞋独立的效果 实际上现在就是从上而下 我命令你独立 他们为之奋斗的 或者说或者当时为了争取的东西已经实现了 实际上 命令你独立 当然了 我觉得也是对民意的一种呼应吧 也可以这样说实际上 但是这样就能把足球搞上去吗 足球搞上去这个事情 你看在一个什么话语体系 你要说近世界杯这种不一定靠谱 搞上去就是让大家去喜欢足球 让大家去自由的去看啊 俱乐部我自由的买人搞梯队啊 或者说按应酬的模式 这是各种各样的啊 这种透明管理啊 那这个算也算搞上去了 我觉得 哦 我看到有些人议论 就是也有不同意见啊 就是说 也不是说难道中国足球上不去 正洁就在于没有足鞋 没有独立化吗 说 说不定他真独立化之后 他有些事还办的不好办 因为什么呢 说真正要把中国足球搞上去 还得有一个足球人口的问题 要不是让孩子们都要踢足球 这多少个足球学校 对吧 他说这些事 哎 说实在话 你原来你是官府 你彼此说话还好办些 对 你将来足协 你你独立了 你跟正当地政府 当地教育局 跟学校 你你怎么打关系 中国的事呢 他就是这么奇怪 就是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事 现在他都不叫个事 就是教育部已经明儿说了 我到2017年 我要有两万个足球特色的学校 到2020年 就是左右吧 五万所足球特色学校 这是什么数字 这全世界都没有的数字 就是有人发话了 这事就不难办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还这真是 我还看一个报道里讲 就说是 以前你让孩子踢足球 家长能揍你 现在就说现在很多家长 就让孩子一定要踢球 培养孩子踢球 这是我就一看到小孩 现在完成 我就想笑的一件事 怎么了 你觉得你会表现出 中国的家长的某种特性 原来孩子踢球 就是校长 或者老师让孩子踢球 他敢去打校长 对 你把我孩子给磕伤了 什么之类的 所以校长根本就不敢让你踢球 现在是孩子上吧 上吧 就是你就会觉得 哇 一个人的感召力 或者说一声令下 真的可以让你全身心的去服从 那这个盛况 我觉得 我还是挺震撼的 其实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过去中国体育 这个举国体制 是吧 你别说什么独立不独立 就不独立 就这种举国体制 在很多体育项目上 就是厉害 对 对吧 但是偏偏在足球这件事上 他就不灵 这是个老问题 足球 我经常会说是 这个体育领域的一个最后一块 我们觉得还不错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不太听人的招呼 他有他自己运转的一个规律 他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育项目 一个最大的系统工程 并不是说 我让你提的好 你就能提的好 那这个东西 就是啊 其实团体性的球类项目 尤其是越商业化项目 越是这样 足球篮球都是 排球呢 比较尴尬 排球是勉强 我们用举国体制支撑 还能搞搞 但是呢 你现在也这几年也看到 也有点到头了 但是你足球篮球很难这么做的 因为你刚刚讲足球人口这个东西 你这是这是摆在眼前的 你足球人口不够 你体育人 我举国体制怎么做都做不出来 那么但是呢 我们要搞清楚 就球迷有时候也不要想太多 就是你别以为 就是足球独立了 怎么样了 我们就就联赛蒸蒸日上 我们国家队也就能够进世界杯决赛中 不一定 你比如说就拿我们都喜欢看阿森纳 你看英超吧 英超搞得好不好 英超当然好 全球最牛的一个联赛机 那英格兰怎么样 有时候是不一样的 他还决定于很多别的因素 刘建宏 跟刘建宏聊天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理论 他自己认为是自己独创的 叫N加十年 就是说这个N呢 就是说你这个战略方向是对的 然后你认真的去搞 你又有一定的起步的基础的时候 你干嘛 十年之后见效果 这就跟德国就是2000年 开始做清训 他就2000欧洲杯就败了 他就开始做技术化潮流的清训 基本上就是大概 他们可能技术更好一点 不到十年的时候 这个水平就已经很厉害了 实际上就是说 当中国足球也是需要有这种耐心的 你得有两届世界杯 什么几届亚洲杯 踢得很烂的这种过程 实际上是你才会有十年之后的耐心带来的收成 你一整他就好 我们足球就不认这个 而且但这又牵涉到一个心态问题 我不知道是 是中国我们自己的球迷的心态 中国人的特色还是怎么样 还是因为观本位的原因 就你看到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足球发展 就没有像刚才财富生说这种耐心 基本上是比如说从我们换教练 换训练模式 你记得最早学巴西 对 学巴西学的学的 后来又学谁了 后来学的说前场像巴西 中场像荷兰 后场像德国 我现在有一个教练 国家队教练说过这个 那这个就有点太妖娥了 所以这叫拼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欢迎来 日本足球考 对 我在体育部的时候 派了一个足球记者 去日本了半个月 采访了日本足球的主席 采访了三浦之良 中田英寿 三浦之良现在已经快50了 还得踢呢 足球神我觉得 我的偶像 他要搞清一个问题 日本足球改革跟中国足球改革 是几乎同时起步的 上世纪90年代 而且那个时候像广岛雅英会 中国干它2比0很轻松 从那以后就踢不过了 日本的足球纲领也是20年 或者这种纲领 但他们就制定得很清晰之后 就以日本人特有的这种认真劲 完全的执行他的那个纲领 就是我中建 我进不了世界杯什么之类的 都无所谓 我就全部进行技术化 那时候统计的时候 两年有两万个日本的少年 去巴西去自费留学 他会拍关于足球的这种动漫 宣传画来发动小孩一块来学 他的男足和女足 现在女足已经夺了世界杯冠军了 这才 人家就是20年尖叫 你会发现在很多领域 你认真的 一丝不苟的 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看似很慢 实际上是快了 你这个讲的有点哲理 对 他就小车不倒 只管推嘛 我们就讲这个 就是日本 他不过这也牵涉到 真的有也许有文化差异 日本首先他 你要执行一个计划 比如说执行20年不变 不管外头风吹雨打 对吧 我就按照这个东西一步一步走 那这个东西呢 他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 当然是他特别有耐心 对 他真的是有执行的贯彻力 他不像中国如果两三年不见校 随机 换个 中场学荷兰吧 学巴西不见学荷兰吧 可能就这样 这日本人就是轴吧 轴 就是按照GPS能把车开到湖里去吗 对对对 就那种 但他这个轴呢 又还有第二个前提 就首先你这个计划 必然是大家幸福的计划 大家为什么幸福这个计划 是计划制定过程都很严密 对 你制定计划的时候 是有一个很科学的基础 你做过详细的研究 分析 觉得日本足球这么走 大概就对了 这不会错 那这个方案拿出来 是对的 但是我们这又有 这就牵涉到另一个情况 就我们拿出来的方案 本身有时候 它有很强的主观性 比如说可能是有个领导 他有个倾向 他说就这么办 那么换一个领导 我看这个不行 得这么办吧 那所以你这个计划 是怎么制定出来 人家相信的是专业跟程序 我们相信的是领导 那你又不一样了 而且就是采访日本的这种 前高官啊 足协的这种退休的 被称了日本足球之父 忘了名字了 他对中国足球的这个期望啊 比我们国人还要高 为什么 他就觉得 我们的邻居把足球水平提高了 我们一块来提 这样才有意思 就是如果你有需要咨询我的 或者需要我们来帮助的 我随时都可以过来 这就是浙江绿城请了一个日本的主教练 原来是日本国家队的主教练 那他的那个投入精神 就是让中国球迷看了之后都特别敬佩 就输一场就恨不得就把自己给捶死那种劲 你就很感动 当他觉得自己有点提不起来的时候 他自己就走了 你说这日本也有意思 你看他包括这个围棋 他就是从中国选择天才的少年 到我们日本来学棋 对吧 你让他让这个水平提高 甚至你要再往生里说 是吧 孙中山要到这搞点秘密活动 来是吧 蒋介石到这上军校 来是吧 然后这是要干什么 他这个 但是你知道你们说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懂球 我就想到那天咱们谈了一个话题 还引起一些个争议 就是说英国BBC拍的那个片子 拍那个片子就是在讲 就是说是中国的老师 五个老师到英国的中学去上课 明显发现这英国这孩子 根本不遵守纪律 中国老师叫高压 所以他们形成的印象 就是中国这种残酷的 高压的权威的 一天12个小时的上学 英国孩子受不了 可是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 我也就 为什么我就想到体育 就某些个人的单项项目 他就说 中国人不是什么傻子 让一个英国孩子跑到中国来生活 他也会这样 因为人都是形势比人强 我在我们小区里边走的时候 有一个黑人小朋友见了我 叔叔好 当时把我吓着了 你就会发现用中国的语境里边 他就来一个叔叔好 就是特别像中国孩子 我说 哎 马上懂事了 天然的熏陶 太懂事了 太懂事了 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什么 说中国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这么多的一个 这就是 中国其实所有的问题 不是所有的问题 很多问题归结于一点 僧多周少 他就是 你让中国孩子怎么办 他就要过了考试这一关 因为如果考不上 他那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对吧 这谁都明白这一点 所以说呢 对他来说 每天学12个小时 不说别 甭跟我讲什么想象力灵感 就要过这个考试 对 那么一天学12个小时 背书 还是像英国孩子那样满街乱跑 这个资源确实是 是极不均衡的 就是对 我待的不是在苏格兰吗 苏格兰在很久以前 甚至他说一五几几年的时候 上大学就免费了 嗯 当他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的时候 上爱丽玛大学说是免费的 你会发现 只存在着你愿意不愿意学的问题 只要你想学 你一定有机会 对 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就是一分投入 一分产出 这个是跑不了的 对吗 你比如说就说 体育 哎 咱就说为什么过去举国体制 包括苏联就牛啊 你比如说你一个很简单的体操 或者一什么 你在全国甭管你喜欢不喜欢 挑出个尖子来 然后练死你 你能比那个自由爱好的差吗 你肯定比那自由爱好的强 但是我就说 唯有在这个足球这件事上 啊 足球这个呢 但实际上那时候 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南斯拉夫水平也不错 但我觉得跟他的体系 跟他的身体素质和他 你南斯拉夫足篮牌都很厉害 因为我是南斯拉夫粉嘛 我叫潘彩夫 啊 南斯拉夫球员啊 哦 是潘彩夫 对对对对 他其实跟他的身体素质 你的协调性 你的这种文化有关系 嗯 又大又灵活 那你没办法 日本呢 我们经常会说 日本足球的上限 实际上不是很高的 就是日本的女足拿了一次 这个是因为女足的普遍水平 还一般嘛 男足你让他拿一次世界杯 可难死了 实际上 你让他就是再执着的去努力 真的很难 像刚刚那一件 你觉得还是跟人种有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吧 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说中国足球再牛 你觉得也得不了世界杯冠军 成不了这个级别的 从身材上来看 还是不错的 实际上 我经常会觉得 如果你就学着巴西 或者西班牙这种 你咔咔咔来20年的 以我们这种身高体型还行 因为我们的这个 服务员太辽阔了 整个 你比如东北人 比南方人平均要高出一截子 对啊 中国国家队经常会有一多半的球员 是北方的和东北大连的这种的 他的这种股价人种结构是不错的 实际上在选材范围是很广的 是是是 文道老师说的 足球的基本人口上去之后 那你谁 这个 就我觉得中国足球的上限是超过日本足球的 对 十几亿人吗 对对对 实际上是超过的 所以基本上来说 如果就像 像我上初中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啊 全国的男孩子都在踢足球 对对 是不是那么踢上20年 自然在 就是94959697 就职业联赛刚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那时候是 那时候所有的孩子 就是我们中学那个操场啊 二三百孩子一块上去踢的全土 但是你说那一阵全国的那个热 最后给咱们带来了什么人才呢 好像也没产生什么世界级的人才啊 呃 那一阵的就是热 热但是他从踢队建设上这块是黄了 没错 因为他在改革的过程中 那些俱乐部是没有这种意识 他把原来体校的青少年培养体系也给废掉了 我就是要眼前的踢球 我买人 而足鞋呢 他没有做好这方面的根基的工作 因为你不是 你多人踢球 这些人你怎么纳进整个足球体系里面 那是另一回事 你比如说你不像 呃 我们说的那些足球大国 他不只是足球人口多 所以足球人口是什么意思 不是你在草上踢球 就叫足球人口 是你没有登记 你登记 有没有注册 什么意思 注册就是说明 你没有踢联赛 那个联赛是业余的 甲衣丙丁 也就是属下去 非常低级 对 你你 但是你想想看当年的时候 我也记得在大陆旅行的时候 看到很多学生在踢球 对 但你有没有去组个队 那叫踢野球 对 那个踢野球 你不是说我们组个队 我们呃 比如说你石家庄 某某小区 我们弄个联赛 怎么样 不是这样子 你就瞎踢嘛 对 那你要有那个 有一个联赛 一直踢一直踢 你才能够出人 那个人才怎么上去 而且那几年的这种 黑哨假球造假 太多了 就是我去看 呃 河南的叫U16足球联赛 嗯 我去观摩 因为我弟弟在里边踢 他是失灵的 哦 我怎么我的队友在里边踢呢 我就是 就是得 他们打快十岁了 那裁判 裁判中场休息 就跑了 哥 你今年有三十吗 哈哈 对 我说 我有那么老吗 哈哈 就是明显的 就超零的 那你是怎么踢吗 一大大线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对中国足球这些改革 有预期吗 当然有预期 我觉得绝对是好事 本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 我们过去的体制是已经到头了 你不用说你不只是足球 你连网球也是 你不用说看李纳那些以来的事 你看得到 其实很多事已经到头了 越是市场能养的运动 市场上能够养起来的那些运动 它发展的越好 对足球体制冲击就会越大 足球就很明显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是篮球 我现在甚至都不太了解 现在中国球迷看这个中国的这些队踢球的多吗 多 现在多就是跟小孩踢球的热潮是同步的 他们不是整天骂吗 说这表示再也不看了吗 现在不是不看 以前我们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 我们是说再也不看国家队 但是地方联赛大家看 实际上现在这个许家印王健林 他们投足球呢 这种效果也是有的 整体氛围起来也烘托了球士 所以你看国安 现在很多人就 实际上现在我都不做足球了 去托我买国安套票买不着 那这种阿斯纳套票还能买着呢 国安套票买不着 但是他们踢的激烈吗 现在 我觉得水准在提升吧 这叫什么话 因为我自己没现场看 我没现场看 我就看着有那种八卦新闻 是有个叫告林的 告林 对对对 告林 就是跟有个球迷骂他老婆 然后扔鞋打的那个 这反映了什么矛盾 你跟我讲讲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球迷文化 全世界球员都会这样做 漫联球迷 用中国功夫踹的球迷是一样的 实际上球迷在球场上是野性的 所以最近天津这个事故 不是说北京的球迷发出来的挺暖心的话 你要好好活着 咱们还得骂呢 是吧 因为北京球迷和天津球迷是死敌 是死敌 绝对死敌 我有一次去看 去这个工体看恒大对国安 我就坐在这个国安的球迷的这个群里边 突然间余大宝上来了 那时候他在天津踢球 他说这个北京国安就是 这个余大宝傻 球迷你说不对不对 骂错了 来骂天津 天津傻 我们那边看来都骂起了天津傻 我觉得从大球迷都愣了 因为这个 他们为什么骂天津呢 对啊 为什么京津要死敌呢 他对手不是很多吗 我觉得他一个是低于的是比较近 再一个他在踢的时候 确实有中间有过剧烈的冲突 本身博安是跟上海球迷是死磕的 但是后来那上海就衰落了 在江上上海的球迷不是很来劲 就是你要跟我对骂 我就用上海话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北京话这个来劲 精油子喂嘴子 保电斧的狗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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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们还会